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大家回到五间总结的时间 而我们的嘉宾就换了是我们的事务总监郭司治先生 郭Sir 你好 有郭Sir在这里 先讲讲市场 先看看A股方面的走势 今天A股三大指数得升 但升幅来说都是稍微 上证指数收报在2,229点 升3点 滬芯300指数收报在2,491点 升5点 深淨城指收报在8,975点 升12点 看到300指数升幅 介乎0.14-0.24% 轻轻地升 而今天内地方面继续有一个收水行动 继续有正回购 先问郭Sir A股怎样看 第一正回购 其实在这里讲了很多次 是一个正常的操作 因为去年在第四季之前 其实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是很大的 但是由于银行准备金 就没有一个下调的政策 所以中央为了舒缓市场的资金需求 就通过逆回购 向市场上注资 最高曾经注资过8,600亿人民币 过多流动性在市场上 年关过了之后 如果你不收回 钱一定有少少投机的趋势 现在的正回购 其实只不过是 逆回购之后的一个正常动作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你扔钱出来市场 大家当然是拍手掌 你收回钱的 拉紧了银巾 始终对市场一定有少少负面影响 但是其实三月份 几间大银行的新增贷款 已经去到一万亿 我不觉得中央是会一面倒的拉紧 相反来说 逆回购之后的正回购 只是完成一个短期的操作 当市场有需求的时候 中央在货币方面 始终都会采取一个适量宽松的政策 其实出口一直减少 如果要维持7.5%经济增长 真的要靠内税和固定投资 内税你供楼也好 供车也好 做生意也好 你都要银行的贷款 你不可能拿得太紧了 至于现在的CPI 通胀已经稍微偏低了 其实是有条件下调银行准备金 或者这样 就算不下调银行准备金也好 在政策方面 我自己倾向于 你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 货币的供应不可能拉得太紧 适量宽松可能会漸漸明显 A股的表现其实还是反复 这是很老实说 由2月18日高位 2444点的回落 其实整个形态 都是处于一个 级级向下走的格局 如果单单说短期来说的走势 四个字都说了 佛膳触塵 真的没什么特别好说 但是看回由1949点开始的上升 升势升了495点之后 现在是处于一个正常的调整 当然不知 星期一归一下的急跌 有点跌多了 但如果你理性点去看 升了495点 市场大概回调回总的升幅一半 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坏的事情 只是说包括各五条 包括正回购等等的政策 在投资市场一定有负面的冲击 再加上近期的H7N9的疫症 还有不寒的事件等等 定位都是在利淡那边 释放的不明朗 这个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在技术上来说 虽然市场有点反复 但我不觉得A股会跌得太深远 第一 H7N9这个疫症 其实中央政府已经高度重视 凡是政府高度重视的事情 一定有措施去解决 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做好个人卫生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 至于北韩的事件 我始终认为是单一个事件 不会影响得太深远 不过有这件事件一路困扰 又会有一个普遍的心态 就是万一真的会变差的话 市场会受压 或者稍后可能更加便宜 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想 买盘一定是保守的 只要有少少的沽压出来 市况稍微向下走 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我不觉得有太坏出现 至于内地的各五条 其实中央政府调控楼市的政策 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如果大家留意的话 其实楼价不允许升之余 包括限价和限扣 但在销城方面 也是能保持到的 事实上楼价在内地是平稳的 我始终认为楼价平稳是有利于各方面的 包括置业者来说 包括资产价格稳定 是会有利于内需的消费 最重要的是楼价不下跌 银行的资产质素 能够保持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对内银的业务也是有利的 种种的分析 都显示到楼价不升之余 也不会跌 维稳平稳发展 既然是这样的 各五条出来的影响力 可能只是对个别升得比较多的内房股 制造了一个短期回吐的风险 最多就是这样 实际上A股已经跌了 前升幅的一半又多 短期来说 只要没有新一轮的尼淡因素 造成一个冲击 我不觉得A股会大跌 不过技术上来说 2180点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防守性据点 反而去年12月20日的低位2142点 防守性很重要 大家看到吗? 是这一点 如果这一点有失 情况就稍微偏险 不过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暂时来说 都是咬着2220点 不是太差 当然 这条黑色线是什么? 是短期的下降轨 即是说 这条短期下降轨 表示了整个A股 由2月18日到现在 都处于一个下降的形态 要打破这个逐步向下沉底的形态 但是A股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一定要升破这条下降轨 才能够走出困局 当然现在这一分钟还未行 虽然没有大跌 但短期来说 你要明显的抽升 都要看内地的政策 顺带一提 昨天公布的经济数据 显示出口是放慢 入口是增加的 出口放慢 其实来说 表示了外围的经济 都还是欠明朗 这个大家都不会觉得惊奇 但反而入口的进口增加 或多或少有些啟示 即是说 以原材料的入口 而令到入口的数字的上升 表示了要么你接到新的订单 你接到新的订单 你当然要入原材料 但出口的数字不是太多 你入口的原材料也是很有限 其他的入口的原材料 是哪里来的呢 我自己认为是基建相关的原材料 即是说 稍后如果有些大型的基建要推行 那你现在的原材料 就要先入定 这一点大家要留意 市况是反复 但情况未必会太差 好 谢谢郭sir 对A股方面的详细分析 今天跟你谈谈 3月人民红公布 3月人民币 增增贷款方面 1.6亿万元人民币 增贷款方面 同样来说 多了515亿元 市场预期8500亿 再问你 3月人民币增贷款方面 好过预期 能否提振到投资者的信心 暂时来说 会有些少少断定 但市场的焦点 现在不只是放在这里 因为早前来说 大家在报章或者某些途径 都听到说 未来的城镇化计划 涉及拉动的投资金额 达到40万亿人民币 所以 假释得到 早前A股的升势 是相当凌厉的 就是因为升得过急 所以才调整 但现在市场 都是在关注 到底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 何时再大力去推行 其实内地的经济 股市 第二次楼市 一直都是看政策 政策不出来 大家便是你眼望我眼 至于新增贷款的上升 其实正在显示到我刚才所说的 中央在货币策略方面 都是适量的宽松 如果你持续得太紧 老老实实 你就说楼市 有钱买楼的 你又不让他买 限购 没钱的 他交得到首期 你都会做按揭 如果你银行不借钱给他 他怎么卖楼呢 是不是 如果你买不到楼的话 一个住的需求 始终解决不了 还有 发展商卖不到楼 就有财困 如果楼市的发展 停顿或者受制的话 楼市下游的一些支接的业务 都会受累 你要刺激经济增长 不只是楼这么简单 楼市一唱旺 你玻璃 你家司 木门 地板 浴缸 还有一间屋的电器 包括电视机 风扇 冷气机 洗衣机 这些 种种种 你都会有个需求 这个就是来需 所以我自己觉得 新增贷款 显示得到 中央在货币政策方面 其实都是适量宽松 但是市场现在的焦点 反而不在这里 我自己觉得 都是看政策 近期来说 真的有些不明朗开因素 包括我刚才所说的几种 仍然笼罩着投资气氛 说完A股之后 不如看港股方面的情况 A股 小幅度有一个升势 美股、道指、标普500指数方面 都是创了历史新高 能不能够帮到港股方面 看到现在升183点 做22,217点 但成交方面是312亿 国企指数升93点 做10787点 其子方面升229点 做22,195点 低水22点 成交难方面是3万多张 郭Sir 港股方面又怎样看 今天有点初步的断定 因为恒指现在这一分钟 已经轻轻回到10天线 甚至乎摸上去20天线 一天的走势 就不可以作准 如果连续3天以上 都是站在10天和20天线上 或者会有一个稳定的作用 但仍然不足够 因为成交金额不太配合 如果大市摸底 跟着一个抽升 成交量明显增加 有动力支持的声势 一定是比较可信 相反来说 没有什么成交量支持的声势 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亏限 我再说 上个星期清明之前 其实恒指有连续5天 是收在10天线上的 这个回稳讯号已经测现了 奈何清明后 星期五在内地无市的情况下 追击的淡仓突然间大军杀到 令到上星期五市 单日跌了600多点 大家都记得 这点的下跌和基本因素无关 纯粹因为衍生工具主导 但无论如何市场的走势 就不是升就是跌 暂时来说 今个月是一个先高后低的形态 高位是3号的22,527 低位暂时来说是8号 这个星期一的21,612点 今个月的波幅 直到现在这分钟是915点 还是小的 简单说 如果指数能够站稳 在10、20天线上 而成交金页是可以略略配合 市场轻轻吹上去 绝对不出奇 因为一个月只要有1,12点的波幅 如果21,612点是低位 高位置必然是看到22,7 是加减的问题 我反过来看 如果市场守在10、20天线上 又再受到压力 假设今个月的高位 22,527点暂时来说是不变 剩下来市场可能又会做回市低位 在波幅市当中 大家就要明白到 一个月一定有个幅度 这个幅度我当你1,000 1,100,112点出来的时候 然后你用一个高低的波幅 去量度市场可能上升的幅度 或者可能下跌的幅度 其实这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然移动线的表现是定了一个大方向 假设恒指仍然走在10、20天线下 你不用多说一定是逐时底 反过来回到10、20天线上 站稳在不肯下跌的话 即是说已经初步回稳了 在那一刻 你当然有个憧憬 看看是否仍然是22,527 如果过得到的 大家可以爬手掌 因为今个月又有机会成为先低后高 再讲一个形态 一个月的高低位不会粘得太近 上周三是22,527 周四是无市 周五是跌市 到周一进一步到21,612 即是说这个月的高低位 是出现在351这三个交易天之内 意思是一个月的高低位是拉得太近 一般来说是会抹阔的 不会太近 所以往后应该有更高的指数给我们见到 谢谢郭瑞和我们分析港股方面的情况 最后和大家跟进一下 行指经议停顶 半日来说升了185点 收报在22,220点 升幅来说是0.84% 大市成交方面是315亿 国企指数升97点 收报在10,791点 其指方面升225点 收报22,191点 低水是30点 成交方面超过3万多张 这一节时间就差不多了 谢谢郭瑞和我们做半日总结的环节 最后和你做个申报 刚所说的股份自己有没有持有 我持有少少少内银和内险 谢谢郭瑞 这一节就到此为止 1点钟继续有要财财经台的直播时间 下輪去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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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